大家好,我是K猫,欢迎回到看电影了没?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段六个星期的爱情,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。 这部电影是阿布扎比,Jeremy Wong,POUY,XXVIA,辛,Elsa,Winnie,James Ford等N个K星人推荐的,么么哒。 故事发生在1983年夏季的意大利小镇,那年阳光灿烂,回风吹吹着花园里的水汽,沿流涕往上,吹吹吹进了17岁的少年艾利奥的房间。 奥利弗就是在某个夏季的午后来到了少年家。 这是少年家的惯例,少年的父亲是考古系的教授,每年都会接待年轻的学者,一是帮他们修改书稿,二是这些年轻人可以帮他整理资料。 奥利弗一来,少年就要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,自己则住到了隔壁的小隔间。 原本少年以为,奥利弗和伊王占了他房间的讨厌鬼一样,可这一次,似乎有些不同。 奥利弗来的第一天,少年就开始观察他,他们之间似乎有诸多连接,他们都是犹太人,奥利弗脖子上带得大为之心,少年也有一条。 更出乎少年意料之外的是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奥利弗就成了小镇的万人迷。 他能和小镇里的人玩扑克,还很讨女孩子喜欢,甚至能反驳少年父亲对字词的考究。 不仅父母欣赏他,连家里的厨娘都喜欢他。 少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。 他本来在小镇的生活,简单,惬意,作曲,读书,弹琴,游泳,几乎每年的夏天,他在小镇都是这么过的。 现在一切都变了,少年开始患得患失。 当奥利弗对他说讨厌巴赫的时候,他觉得奥利弗讨厌的是自己。 当他看到奥利弗和女孩子打闹的时候,他开始害怕自己不够得体,特意刮了刮胡子。 当奥利弗碰到他身体的时候,他又会害怕地躲开,似乎那不经意地触碰。 泄露了他内心最深处的秘密。 尤其是奥利弗晚上没回来的时候,他更是辗转反侧。 这一切他必须要隐藏起来,不能被发现。 傲娇的少年甚至压抑住内心的渴望,对奥利弗装作视而不见。 可当奥利弗邀请他去游泳的时候,他又无法对奥利弗说不。 少年也不是一直欲说还修,有时候他也会调避地在奥利弗面前宣他的情绩和改变取次的天赋。 有一次他故意用李斯特的寄信风格弹巴赫的曲子,又用类似布索尼的弹法改写了李斯特的版本。 这是少年最开心的时候,也有让少年抓狂的时候,那就是看着奥利弗和女孩子亲密的时候。 为了刺激奥利弗,他也故意和女同学马齐亚亲密接触,第二天在饭桌上故意当着奥利弗的面向父亲炫耀,只是说还来不及鼓起勇气吃进果。 每次奥利弗说lader的时候,少年是最深喜的,他不明白眼前这个人对人对视,怎么可以这么随意。 17岁的年纪最希望的就是能像大人一样被郑重地对待,尤其他心里还深藏着一份感情。 可惜他的试探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应,他又害怕自己的试探惹怒了奥利弗。 就趁着和父亲一起去海边收维纳斯雕像的时候,主动和奥利弗握手言和。 之后他又只能继续辗转反侧,而且心里越来越煎熬,他以为整个世界都不知道他正在受苦。 随之父母早已看出来了,这对开明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戳破少年,而是在一个雨天,母亲特意读起了骑士和公主的故事。 骑士和公主本就是好朋友,骑士深爱着公主,而公主看起来毫不知情,骑士知道他对公主的感情早已超越了友情, 他很痛苦,到底是说出来,还是抱着这份感情死去。 听到这个故事,少年说,我绝对连为这种问题的勇气都没有。 父亲轻轻一笑说,不一定,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和我们说。 母亲望着父亲,低垂着头的父亲,似乎像少年一样,也有一段难以歧视的感情,深埋心底。 少年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奥利弗,奥利弗若有所思,他听过这个故事,但是不知道结局。 母亲也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完,只是说,最好说出来。 可能公主不是真的毫不知情,而是心存戒心而已。 在爱情里,谁又不曾心存戒心,互相试探呢? 这个无解的问题,就是住进了他们心里。 随后,少年跟奥利弗骑车到城里。 平时不抽烟的奥利弗,竟抽起了烟。 少年告诉他,皮亚伟纪念碑和那场战役。 这句话出动了少年,少年说,但愿你知道,我对重要的事情一无所知。 可什么是重要的事情? 少年对奥利弗说,你明明就知道。 奥利弗没有否认,反而又问说,你为什么告诉我? 两人什么都没有说破,却早已心智肚明。 少年带奥利弗去他的秘密基地,那是一条自阿尔贝斯山脉分流而下的小溪。 少年曾在那里读了很多书,可是奥利弗从一开始就在回避正面谈论这件事。 他觉得这件事不能被谈论,更何况他还只是一个过客。 但他又忍不住想要确认自己在少年心中的位置。 尽管奥利弗一直在尝试回避,但少年早已得到了满意的答案。 和奥利弗不一样,少年自小就在一个自由的家庭中成长。 当他确认了奥利弗在乎他的时候,他不会羞于表达自己的快乐。 午后缠鸣嘈杂,无期从草地缓缓升起。 一切似乎都在散发着美妙的情欲。 奥利弗一直在克制自己。 过后几天,奥利弗一直回避见到少年,少年快被逼疯了。 到底自己是重要,还是无足轻重? 这个人为什么能既温柔又冷漠? 他没有办法再这样下去,于是又进一步和马奇亚交往。 两人甚至出示云与情。 就在父母的老朋友一对同性恋到访的那一天,奥利弗终于回应他,给他留了张小纸条。 好不容易,少年熬到了约定的时间,奥利弗早已在阳台等他。 在女孩子面前,信心满满的少年,此刻却守住无措。 所有的等待,试探和嫉妒,都在一个拥抱中化解了。 一切如少年期待的那般美好,强烈的欲望在碰撞,交融,彼此的身体和灵魂似乎合而为一。 你既是我,我既是你。 爱与被爱,都得到了回应。 第二天,奥利弗问少年,你会为昨晚的事情怪我吗? 善于隐藏自己情感的奥利弗,并不了解少年多么感谢这一切。 当少年说不会怪他的时候,他又开始怀疑,少年的心里是否真的如他那般争执。 在情感面前,连他成熟稳重的人都会患得患失。 这段关系终于正式开始了,这是奥利弗早已久利于成年人的事件,而少年站在探索感情和性的起点。 当他用性果愉悦自己被奥利弗发现的时候,哭得像个做作诗的孩子。 奥利弗安慰他,这没什么,还告诉他自己早就喜欢他了。 甚至那些少年以为他出去和女孩子鬼混的不归夜,也只是他一个人偷偷躲起来而已。 但感情拨开云雾渐月明的时候,六周也快到了。 奥利弗回美国前,父母提一让少年和奥利弗一起做个简短的旅行。 他们在山间无拘无束,自由地如奔腾而下的瀑布。 离别那一刻,两人相顾无言。 少年目送列车,缓缓开出站台,然后坐在长椅上,告诉自己,奥利弗走了。 最终他还是无力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。 回到家里,父亲对少年说,你有过一段美妙的游艺,甚至超越了游艺,这样我很羡慕。 多数父母会希望这件事尽早结束,孩子能重新振作起来,但我不是那样的父母。 父亲甚至提到自己曾经也有过类似的感情,但不如少年美好,那成为了遗憾。 生有时,死有时,人生短暂,唯有体验与名气。 那年冬天,奥利弗打来电话,告诉少年,他要结婚了。 他记得一切,少年也记得一切。 就像奥利弗在宇宙的碎片中标记出来的那句话, 河水的流逝并不意味着万物因变幻无穷而难以重现, 而是隐喻者有些事情在变化中能保持永恒。 好了,我是K猫,2018年的台词历里长这样, 365章首绘电影插画365句经典台词, 这可能是2018年最有温度的日历了, 送给自己或是送给他都是一份不错的新年礼物。 订阅微信公众号看定了没? 来K星人的店就可以买到这本台词历里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